在扬州小村庄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工人施工时意外挖出一座古墓 墓室简陋异常十分寒酸 只有四十多平方米大小 其墓室规格甚至还不如村中大户 但这座大墓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帝王墓 墓主人尸体已经完全腐烂 剩余的仅剩两颗牙齿 且在狭小的墓室中 还出土了中国维尔的西式重宝 请专家鉴定后确认 这座墓的主人是隋朝的末代皇帝 隋阳帝杨广 杨广虽然在位时间不长 但是却过得交涉淫逸 生活十分的奢靡 可他死后的墓穴为何却如此简单 传闻中隋阳帝的墓在扬州更是不下十座 那么这座墓是否真的为隋阳帝死后的埋骨之地 点个赞和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聊 在2013年4月的一天 江苏扬州文物部门接到报告说 扬州操装村的一个房地产工地上挖到了一座古墓 接到消息的考古队员很快便前往到了现场 随即便将工地四周用铁皮围了起来 并且安装了很多摄像头 经过专家勘测发现 整座大墓是一座砖石墓 规模不但十分的狭小 而且施工的质量还十分差劲 经历这么多年 坍塌的地方已经很多了 看着这样的情况在场的考古人员都觉得 这一定不是一座重要人物的墓穴 可是既然来了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于是开始对古墓进行例行的发掘清理工作 可谁知道随着考古人员现场的清理 竟然挖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发现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 专家开始在墓中发掘出了一些文物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却各个十分珍贵 其中出土的一条 十三环金香玉的蝶蟹带更是国家级别的重宝 在北周时期的北方地区 蝶蟹带是十分流行的配饰 而在南北朝和隋朝时期 蝶蟹带是玉带之中最高级的一种 据记载 蝶蟹带的材质有着玉 锡 金 银 铜铁等多质地 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等级 而材质为金香玉的十三环蝶蟹带 更是帝王的专属配饰 截至到目前为止 除了北周孝武帝的墓中 出土过一箭之外 就再也没有出土过 另一组文物名叫铺首 相传铺首为龙的九子之一 警惕性极强 所以经常出现在大门之上 这次出土的铺首更是被溜金铜裁制 直径更是达到26厘米 规格极其之高 曾经在大明宫遗址中 也发掘出了一个26厘米的溜金铜铺首 不是帝王都无法享用 此中等级的陪葬品 更凸显出墓主人的身份不同 并且在对大墓西尔式的清理过程中 还发掘出了大量的陶涌 这些陶涌制作工艺十分的精细 面容虽经历千年 却仍是栩栩如深 这一系列的陪葬品 无不再彰显着墓主人的高贵 但是专家通过对古墓整体的勘察发现 大墓长宽分别为4.98米乘5.88米 整体面积仅有41平方米 由墓室、尔式和墓道三个部分组成 面积十分狭小 甚至一些村中的附身 都比这座墓的面积要大 究竟是什么帝王会埋葬在 这么简陋又狭小的墓室之中呢 可接下来的一个发现 直接帮助考古专家解答了这个问题 专家在大墓的过程之中 出土了一块墓制 墓制的材质很普通 就是一块石灰岩 因为年代太过于久远 且一直浸泡在水中 导致大部分的自己都看不太清楚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在墓制名的右上角 还有几个重要的字 被专家发现了 这几行字上清楚地写着 随故扬帝墓制 这下在场的考古专家 全部都被震惊了 墓制上还记载着 墓主人去世的时间 为大业十四年 地崩于扬州 鱼流珠塘 清楚地记载了随扬帝的死亡时间 死亡地点 以及出葬的地点 最后专家又找到了两颗牙齿 经过专家的鉴定后发现 两颗牙齿 一颗为右侧上额第三旧齿 一颗为右侧下额第二旧齿 虽然距今已经有1400年 但是仍旧保存得十分完好 很显然这应该是随扬帝的牙齿 虽然随扬帝的衰骨已经腐烂 可是这两颗牙齿 依然十分坚挺地保存到了现在 后经过专家 从牙齿的磨损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后 确定墓主人的去世年龄 大概在50岁左右 这一点与史书上记载的随扬帝去世日期 也相吻合 此时专家也百分之百地确定 这座墓葬就是随扬帝杨广的礼墓 杨广这辈子建造了大运河 又设立了科举制度 可是其为人却是十分的交涉淫逸 修建大运河的目的 也只是为了自己游而使很方便 在这座墓葬挖出之前 人们只知道杨广埋葬在了扬州 但是史书上却没有记载准确的地点 虽然这次已经有了确凿的文物证据 以及墓主人尸骨 可是仍然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 说这一墓葬并不是埋葬随扬帝的墓 难不成这墓主人的身份 还真有什么变动吗 在这些出土文物中 最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证据 便是墓制 可是墓制上残存的字迹 却让一些专家产生质疑 进而对整个鉴定结果也产生了怀疑 一些扬州地方学者表示 墓制中的随字显得十分奇怪 随朝开国皇帝杨建建立随朝之后 觉得随字带着偏旁十分的不吉祥 于是便将国号更改成了去掉偏旁的随字 把走子旁直接去掉了 一直持续到随扬帝身亡 随字用了有三十多年 所以这座大墓可能不是随扬帝的墓葬 在我国考古政策中 一般地灵都是不允许进行发掘的 但是随扬帝的墓葬规格 相比较于其他帝王陵 相差的实在是太过于大 甚至一般的乡绅大户墓都比它要豪华 所以国家文物局便批准了 对这座地灵进行下一阶段的发掘 在史书记载中 随扬帝曾先后被改葬了好几次 所以现在这座大墓 是不是真的为随扬帝的安葬之处 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在扬州当地的朋友可能都清楚 在这座陵墓被发现之前 扬州就已经有了一座 传闻很久的随扬帝墓 这两座墓到底熟真熟假呢 这座古墓和早被发现的随扬帝灵之间 又有着什么关系呢 随扬帝在死后又为何会自己安排这么多墓葬呢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还要从随扬帝如何身亡开始说起 随扬帝阳广是随朝第二任皇帝 在公元604年通过不当手段登上了皇位 在位时间共计14年 虽然在位时间仅有14年 但是随扬帝在位期间做的事情可是一点都不少 他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也是褒贬不一 夸他的人觉得他胸怀天下 因为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 修筑洛阳城 开创了科举制度 并且南征北战将整个国家的疆域扩大了很多 这些事情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都十分的深远 而那些贬低他的人 曾批评他娇奢淫逸 荒淫无道 不单单是父杀兄 更是霸母七嫂 荒淫之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十分矛盾的皇帝 在人生的最后时间里 却只能窝居在他最喜欢的扬州城中 大业14年 公元618年 各地的起义开始逐一爆发 大隋帝国变得摇摇欲坠 最终在公元618年的3月11日 叛军攻破扬州 冲入江都宫中 将隋阳帝活活的勒死了 虽然隋阳帝只是一个亡国之君 但是也要将他入土为安 于是当时的叛军 便将隋阳帝随便埋在了江都宫的地下 可怜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 死后却连一块棺材都没有 最终由他的皇后萧皇后 以及宫中的太监宫女 拆床板做成了一个小棺材 偷偷的买了 后来在叛军走了之后 留守扬州的一位将领 心中不忍一代天子 落得如此下场 于是便将隋阳帝改葬在了吴公台 接着在大唐占据天下之后 因为杨广是李渊的仪表兄弟 因此唐高宗李渊便下诏 对隋阳帝进行改葬 葬在了雷唐附近 本以为三次改葬已经结束了 但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这一年萧皇后也去世了 唐太宗为了表示对萧皇后的尊重 不仅恢复了他的皇后称号 还为他进行了皇后礼仪的葬礼 并将他与隋阳帝合葬 按照史书记载 隋阳帝至少有三处墓穴 那么这次发掘出来的是哪一座呢 之前的隋阳帝墓和此次发掘出来的墓葬 相距有五公里远 但是这两个地方在古代地图上都为雷唐 而且 吴公台也处在此次发掘出来的墓葬附近 这下可让专家难办了 于是为了验证这座墓是否为隋阳帝墓 专家便开始对西侧墓室进行发掘 倘若能挖出来萧皇后的线索 那么便可以确定这座墓的主人便是隋阳帝 于是专家们开始对于大墓进行继续发掘 在西色墓室中 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以及陶人勇 还有着一整套的铜鞭钟 能够拥有鞭钟陪葬 那么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一般 随后专家还在墓穴中发现了一个预章 以及重要的一顶凤冠 凤冠整体造型高贵 上面还镶嵌着珍珠 这一点就能够完全说明 这座墓葬的主人不仅身份崇高 同时还是一位女性 随后专家通过对墓中海骨进行分析后认定 这就是萧皇后的埋葬之地 萧皇后的墓一经确定 那么隋阳帝的真正埋葬之地 也就随之水落实出了 只可怜一代天子风华一世 死后除了两颗牙齿就只剩下 对她褒贬不一的评价了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